用iPhone自拍的背后心理学捕捉瞬间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讯息爆炸的时代 每天都有大量的讯息在不断涌现 使我们很难关注某一个事物很长时间 而自拍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流行的一种行为 iPhone News爱封了将探讨用iPhone自拍背后的心理学 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捕捉瞬间的意义 自拍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往往带有情感和情绪上的投射 研究表明自拍的背后有着种种心理因素 比如说渴望被认同和接受 追求美好的自我形象等等 因此自拍对于当代社会中的个体认同和自我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自我表达的需求 自拍已经成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人们希望通过自拍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状态 并分享到社交媒体上以便获得关注和认可 因此自拍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中一种流行的行为 二、捕捉当下的意义 自拍不仅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还是一种捕捉当下的方式 人们通过自拍来捕捉当下的感觉和情感 以便能够在以后回忆起来 此外自拍还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欣赏身边的事物 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 三、寻求社交认可的需求 自拍还可以满足人们寻求社交认可的需求 人们通过自拍来分享自己的生活 并希望获得朋友和家人的认可 此外一些人还通过自拍来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四、满足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自拍还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人们通过自拍来展示自己的美丽和魅力 并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以便得到更多的赞美和认可 此外一些人还通过自拍来发掘美好事物 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自拍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中一种流行的行为 它可以帮助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抱负 也能够记录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感谢观看 观看 Prose oli